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了巴黎奥运会的征程 球队也已踏上了回国之路 回到国内之后 中国队就将解散 那么13人名单里 会有多少人坚持到下周期的洛杉矶奥运会呢 主教练蔡斌是否会继续留任呢 从现有情况来看 中国女排洛杉矶奥运 估计会进行人员大换血 确定退役或离开的球员 应该是主公朱婷 张长宁和二船丁霞 朱婷已经明确表示 本届奥运会是她的最后一届奥运 也就是说即便她没有退役 也不会再代表中国女排征战奥运 张长宁原本就是为了奥运会而付出的球员 奥运结束之后 回归家庭也无可厚非 丁霞已经考取了教练资格证 全运结束后 她估计也会逐渐完成转型 从一名队员过渡到教练 自由人王孟杰离队的可能性也较高 虽然王孟杰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退役 但她已经征战了两届奥运会 且伤病较为严重 退出中国女排也只是时间问题 就连李盈盈在淘汰赛后的采访中 也表达了离开的想法 她说道 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和李盈盈一样 复工王媛媛的表达也非常的微妙 下一届奥运会 不管那时在哪个位置 我都会和中国女排一起 见证每一代的竹梦之旅 中国女排加油 这说明不管是李盈盈还是王媛媛 都还没有想好之后的路 或许退役 或许再坚持 希望两位球员能够继续为国争光 做好新老交替的工作 复工袁新月已经是球队的三朝元老 她离队的可能性也较大 毕竟年龄和伤病摆在那边 龚翔宇的情况和袁新月比较类似 两人的年龄不大 但却是队伍的绝对老将 他俩已经为中国女排奉献了青春 至于下周期是走是留 就由他们自己决定吧 说实话 女排的七大主力 都有可能在下周期离队 除了主力外 替补球员里离队的也不少 在13人名单里 能够确定留下的估计 就只有吴孟杰 庄宇山两位球员吧 这两名球员是中国女排 本周期重点培养的新星 吴孟杰还登上了奥运舞台 且关键场次还出战 蔡冰对她的培养 还是非常的积极 庄宇山是皮卡球员 感受到了奥运氛围 虽说没有上场比赛 但起码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主教练蔡冰 是否留任也是一个谜团 有说还没有续约的 有说早就续约 确定带队到28年 洛杉矶奥运会的 客观来讲 蔡冰有自己的不足 但奥运会的指挥 比起前几年有了很大进步 如果中国女排不请外教的话 还不如留下蔡冰 起码她是国内教练的佼小者 还拥有了一定的国际大赛经验